主持人 排隊買菜, 很多人 排隊等買樓很虛陷 排隊買播票很經典 這些全部都過時, 現在最新鮮熱 令大朋友小朋友也容易血沸騰 可以說就是由今天開始舉行的漫畫節 漫畫船風席捲香港 這個漫畫節是首屆在香港舉行的漫畫節 還會一年舉行六天 不知道是不是漫畫的旋風實在太厲害了 一卷就卷了很多人到場 而眨眼所見, 大部分都是年輕一組 排頭位的朋友 昨天下午就開始排隊了 遲些來的就只要排後一點 但是有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你什麼時候來這裡排隊? 昨天下午五點多 昨天下午五點多? 是的 這麼難得排得這麼前嗎? 一會兒進去, 一定要瘋狂地搜羅 最喜歡的漫畫書、公仔和海報 不知道其他漫畫迷有沒有那麼瘋呢? 最想買到什麼? 買刀 你給了多少錢買東西? 一千多元 我希望買到一些開信刀 希望可以給我拿到王狼的簽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有多 天口又熱的關係呢? 一群漫畫迷似乎等得不外乏 偶爾又鼓掃起來 真的要勞煩在場的警察叔叔 維持秩序呢? 說這麼快就開始入場了 一群超級漫畫迷準備就緒衝入會場 你跑我又跑, 前方一步混亂起來 幸好有驚無險 不過這群漫畫迷入會場一樣失控 每個一枝箭就飛躲到深惡的攤位 幸好主辦機構採用潮水式人流進場方法 否則必定連行步路也沒有位置 一群超級漫畫迷 由場外到場內都鬥排隊排得快 他們之間的競爭似乎很激烈 當然, 排後一個分分鐘買不到東西 不過話說回來 場內原來還有另一種激烈的競爭 這次有多個漫畫出版機構參加這個漫畫一次 為了能夠想吸引更多的漫畫迷光臨自己的攤位 所以他們都覺出其謀, 搞搞新意 就像這間出版機構, 又試剪混身解掃 吸引了很多人排隊 剛剛一開始不夠二十分鐘 已經有一個產品是八把開信刀 是賣一千元一盒的, 在二十分鐘內已經賣光 黃千山還說, 遲幾天會有意外的驚喜 黃先生,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手上拿著這把劍, 會不會賣的 會的, 會在這個星期日拿出來拍賣 拍賣要遲一點才有 那就先來上演一個別開心面的亮燈儀式 吸引在場人士 你有特別招數 另一間出版機構, 你有它的策略 只是一個無敵有型, 使得360度旋轉的巨型 漫畫公園仔已經夠殺食 再加上一系列的漫畫書證 以及各樣精品, 吸引指數可想而知 我想現在漫畫的傾向都是比較多元化 甚至不僅僅是做漫畫本身 亦有很多商品性, 等待在這裡做 希望等到帶動讀者更加投入的漫畫本身 我想現在已經是潮在這個方向去 除了場地佈置和貨品種類之外 他們還邀請了漫畫主筆 由日本來到會場, 和漫畫迷一聚 看看吸引了多少漫畫迷 覺得這次來參加這個香港漫畫節 你有什麼感想? 我來的時候, 大家很溫暖地迎來 很開心, 今天也很興奮 至於其他經購和攤位 亦都各出奇招 務求你漫畫迷走進來看東西和買東西 例如這些色彩繽紛 各具特色的剪板 極度有吸引效用 人們就算不買也會看看 而一系列不同種類的漫畫精品 也是他們競爭的元素 光是看漫畫公仔 無論如何都不夠真人那麼吸引 所以真正的漫畫人物 就出現來和大家見面了 就像這個機構安排了近期人氣急聲的 就是一群漫畫人物和大家親身見面 而主辦機構就吃一些狗氣氛 在場內舉辦了一個漫畫人物扮演大賽 一群參賽者還上台介紹自己的造型 令台下空洞起來 有得玩, 又有得買心愛的漫畫和精品 一群漫畫迷當然會把銀包裡的錢 倒水地倒 見他們每個人一代二代 都猜到他們必定滿載而歸 對, 你買了甚麼東西? 買了, 錶 你帶了多少錢來買東西? 四百多元 買了多少東西? 什麼? 中國買了多少東西, 用了四百元 買了嗎? 三百多元 買了三百多元 那有沒有一些想買了之後 想買就買不到的,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四百元全部買到自己想買的 滿足了嗎? 滿足了